雷雨交加高雄八月十后晚上 下起了大雷雨 雨就像是用稻的 鸟松去本管路一带淹水了 马路汪洋一片 路上有骑士不敢再前进 有民宅尽管用铁片挡门口 水还是慢了进去 而这场雷震雨 积淹水最快的就在燕潮区 又急又大的雨势 已让辖区内一根电杆 因为路机被大雨冲刷松动 整根电杆硬生倒地 根据气象区统计 燕潮区三小时 累积雨量达126.5毫米 最高时雨量来到了107.5毫米 这样的雨量有多大 来开2009年造成严重死伤的 巴巴风灾 当时的时雨量落在40毫米左右 然而因为持续下不停 单日累积雨量达1403毫米 总累积雨量更是创下台湾气象的最高纪录 可见这一次燕潮107.5毫米的 时雨量是相当惊人的 这个107.5呢 这已经达到了就是所谓的豪雨的标准 所以是强度很大的 还好这场强降雨只下了一个小时 否则这样的强度连续几个小时 任何系统都排水不及 华视新闻邱俊平荣浩北高雄报道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雨节一起看新闻吧